记者洪辰洪高雄报道,梁姓男子沉迷手机赌博游戏,不仅欠下债务,还丢了工作,沦为贯切,他三日深夜穿雨衣掩饰,在任务区周姓被害人住家前偷窃手推车,警方调阅监视器,发现其家脚脱很显眼,与之前多起电动单车窃贼一模一样,循现将他逮捕。 人武警分局三日夜间实时接获报案,只称住家门前手推车失窃,警方调阅监视器发现窃贼清晰身影,他大惹天,没下雨,特地穿住雨衣验室,却不知道其拖鞋布条特别粗大且呈三角形,让他露现。 城关派出所辖区最近接连发生多起电动单车失窃案,歹徒特征就是那双家脚脱,警方比对其身材,发型相仿,立即前往36岁。 梁贤,窃到前科,住家查期,现场起出手推车脏物,他坦诚犯案,训后一窃盗罪嫌宋版,警方指出,梁贤原本是工厂作业员,因沉迷手机赌博游戏欠债,倡家因其工作态度欠家将他解雇,他走投无路开始偷窃各种物品变卖金钱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